哈喽 大家好 我是余余 我们要带走的这一天 好不容易吃上了亚新免电餐厅 然后今天也是他们休息之后的第一天一夜 哈哈 我们来点菜吧 他们的菜单看起来真的就特别的有食欲好吃 然后招牌菜基本上就前面这集 但是有这么厚 怎么选 我的妈呀 本菜单就会有一些价格简介还有名券在上面 好了 我们点菜了 会点些什么呢 等会看吧 椰汁鸡面 麻辣炸捞面 带来一个鱼汤粉 可以给我多推介绍一下 这个有吗 看下来 吃碗汤 好漂亮 真的吗 好 相信 拿个薄饼的 薄饼 薄饼要的 喜欢吃甜还是咸的 薄饼有甜的有咸的 是吧 那也要来一个吧 我觉得我们这些餐厅 然后在里面的装饰就是有新闻什么的很多 反而银汁就是很丰富 很多信息 嗨 我们现在这些菜呢 我们就把他们家的招牌都点了一些 一定要来尝一下这个椰汁鸡捞面 再尝一下这个汤汁 哇 炒缅甸 像没有炒缅甸 但它就是澳门加缅甸的味道 好吃 味道 汤汁特别的浓郁 这面用的是油面 汤汁用的鸡肉应该是有硬直过的 有点咸咸的 鸡肉是在乳的 没有想到缅甸美食里面 居然会有油桥这种食材 所以应该是有创新的 我们中华美食有一些融合在里面 这家的汤汁因为在汤汁 还可以有外带 甚至还可以外卖 他们入住了外卖的软件是爱吃的 鸡肉 来一下这个 猪尔沙律 这个不是柠檬的那种味道 酸的 里面有生菜 洋葱 香菜 来泰国的那种甜辣酱 夏天吃这个应该比较爽口开胃 这个是麻辣炸 拿欧面 上面的这个就是麻辣炸 感觉真的是有点香肉酥 油煎炒了一下的 这一家店旁边有一家叫雅香的 说是一家人开的 只是叫不知的 这个味道 他们说是有处理的 网友说的是雅馨这边会更多好吃一些 但我们前天来的时候两家都没开 这个味道和口感有点像不加辣的凉面 然后是热的 它整体肉酥的口感呢是有一点干的 干的很香 无糖到碾碾奶茶 我再喝一口 这个就是鲜奶跟茶的味道 然后我不加糖 第一口 可能会觉得有点香 你看我这样压自己下 那个茶香味 奶香味就会停留在你的口感 这好喝出来的 这好喝 西南地区那边的乳酥饵 应用完全跟这边的不一样 我们那边就是加个 比如辣子 花椒油 香油 葱花花 吃起来就是克麻辣子 然后这里的辣子是菜式的酸辣 而且我们那边的凉拌酥饵 它不会加这么多的菜在里面 它顶多可能会加小许的香菜末 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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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其实都比较少 它最多最多可能会和两半三次混在一起 饭 鱼汤粉 也是咖喱味的 这个粉的口感 人吃出来 它真的就是用手里做的 之前它其实不会特别的滑 是有一点点 糙糙的感觉 这个是什么 我没有说出来 这个是什么菜 香蕉乳酥的心 香蕉乳酥的心 它里面是有很多的骨骚 吃起来它口感有点像我们那边的酸菜 它没有酸菜的那个咸酸味 这个是什么呢 好香啊 这个品质呢 很香 它有一些 黄色在里面 我喜欢吃那么油腻的朋友 就是刚才的叶子鸡捞面 和这个鱼汤粉的话 可能鱼汤粉更适合 用椰汁它的味道其实你吃多了 然后干掉它一整碗它的话 会觉得有一点好 闷 跟亚新缅甸餐厅 跟我们之前看的那一家 番茄屋 它是两个红风琴的 干锅 大鱼汤 对 大鱼汤 你这么知道我的大事 但是我更相爱 亚新这一家 还公开的味道 黑白豆腰 你都觉得它的豆香味特别的浓 当时可特别的顺滑 但是看上去这个豆浆也蛮滑的 白豆浆要比较更大一点 这个咖喱酱 没有去过眼镜 但是大家想象会有的 小吃吃 面包都是土豆腿 但我觉得它这个脚皮有一点厚 脚皮有点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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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皮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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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脚皮 面面春卷 我觉得这两个油炸的 它的皮跟我们吃起 吃到的不太一样 我们吃起来的会比较脏面 但它里面都会有一种 很有着劲的高级面粉 在里面拉扯的那种感 这里的铺面 它可以单独的加一份 单一支 倒在里面 这个猪排包 它外面的这个面包很脆 很好吃 然然的 里面的猪排是黑椒猪排 但它会比较高 就是应该没有过 那种面包汤 我们的猪排包 应该有最好吃的点 但是 每一家的猪排包呢 反正要比我在西兰吃的 这种猪排包 常常你吃的猪排包要好 这两个饼都是一样的 咖喱鱼啦 菜籍都可以 那么呢 两个这么吃 是我的菜 虽然看它是一个简单的火 但挺香的 如果你趁热吃的话 外头应该会比较脆脆的 它这个饼的面团 应该是那个 飞饼的面团 只是它在 制作的过程 没有把它给 炒得很 麻烦 压得很快 里面呢 你知道会有一些软软的 但是它是多层的 两条汤 两块土豆 三块就辣 这是咸鲁味的辣椒 小饼 表白上和我们平时的不太一样 我们俩能够比较像神经 如果你感觉很稀 所以你用牙齿去咬化 所以牙齿会觉得很苛 如果要打个分的话 番茄我打6分 但这家我会打8分 这个干净 蒸起来的这个就要吃 不凉了吗 比较鲜 但牛肉骨的真的是比较好 辣的 好了 今天是一家的 看铁铁铁的味道 如果有和我一样 比较适合 有和鸭铁铁的口味 如果你在澳门游玩的话 这家店还是很值得 大家来试一下的 好了 我们到团团 盘子要不要 来试过 阿米 请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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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 可以因为我的视频 请问大家 以后 请问我 所以我是一个 不太长痘的体质 但为了给你们种草 安虐什么 虚痘产品最有效 最尖效 所以呢 我故意让你们 自己的年轻长一颗痘 请问我